现在呢,我其实有好多事,但是我也不知道大家爱听外听,所以下面呢,咱们半个小时,咱们呢,二分钟到二五分钟,大家有什么集中性的话题,或者是特别大家都有意思听的,问我,我给大家解答一下,我今天呢,在西安,明天呢,去看看兵马俑,因为身为中国人,长城,我是19岁才去的,我是北京人,19岁才能到长城,兵马俑40了,我今天41了,我没去过兵马俑,我得看看。 天安门城楼,我是三岁,在上的跑,因为我姥姥呢,是历史博物馆,一个小领导,正好那个天安门算历史博物馆,我们翻筹,所以我打小就在那玩,你说我阅兵我没阅我,但是爷爷我他妈的三岁就在天安门城楼,来回的跑着玩了,好了,那继续开始,大家有什么问题,开始问吧,一个个说,他打一次,OK,雷雷雷这傻逼啊,为什么呀,他打了田野之后, 我觉得啊,对雷雷,不是彭大卫吗,他真正的跟通过隔壁传奇练格斗了,我紧闹现我什么意思,其实证明了我是对的,雷雷你个骗子,后来你练格斗了,对吧,我还紧闹现我说行,雷雷打得不错,还表扬扬扬的,王八蛋回来骂我,哎呦,徐小冬你不是我不行吗,徐小冬你师父不牛逼吗,跟那太极的陈小旺推啊, 你师父怎么躺床上了,你问我这问题,你师父怎么躺床上了,我一听我,他们就傻了,我赶快打电话,我师父你怎么了,师父说没事啊,就上个月感冒,歇了几天,噢操你妈我就急了,我说那是我师父,你妈咋逼得我,他们也没教你呀,你呀说我师父什么事啊,完了我就说,孙子你呀别敢给点不要点,我急了,我直播当中我把雷雷我们俩对话,我发出去,那一段谁听了,有听了吧,我说什么意思,我就急了,操你妈,雷雷不依不饶, 好,来一句什么好不好吧,你师父你都说的对,你呢,家管别输给一个日本拳手,输给一个日本拳手,你就别活了,你别回国了,你在这儿混了,你要赢了呢,嗨,我们也明白你怎么赢了,哎呦我操你妈,那你要让我打不打呀,你让我师父是赢啊,后来我特别生气,我操你妈,我这人就这样,我急了必须弱的都得到,我说孙子,我11月22号开始,到1月22号结束,两个月,我师父两个月不到成都得你压呢,我退出武林, 我这话说没说过,同样有效,别着急,别着急,我就告诉大家,我联系了一堆兄弟了,就他们找鸭子,你们肯定问,东哥,你他们是打什么,雷雷已经说了,见我就报警了,说了,见我就报警了,我说没关系,我带着,我带着一哥们儿当摄像去,不管呀,雷雷在这儿,这孙子在女厕所也进去,给他救出来,之后当着全世界面,我给他直播,我把他黑我的所有事,我全说出来,问雷雷,当面问,孙子,你呀为什么那么胡说八道,你告诉我, 老师真的假,给大家证明,我看一下怎么说,这事你们放心,我说了,一定干,而且呢,我说,家就去派出所,我也干,东哥,因为做人真,所以公检法,各个部门都有我一些朋友,不是我他妈的威胁人或我留意,不是,是我做的事,让他们觉得徐晓东还算可交,所以为什么我来这儿,有这么多兄弟们来,不是来打我,不是来骂我,我还这儿站着雷雷,你们得闷死我,对吧,所以因为我做的事,还算是个爷们事,所以雷雷的这事呢, 我肯定去做,1月22号之前,你们看好,而且我直接播出来,我直播,有管,但是有一点,肯定播不出去,因为我网络不行,微别人,没法弄四季,只能是WiFi,所以呢,我全程录下来,录下来给所有人发出去,包括油管的朋友们,油管是好东西,大家要赏,完了之后呢,全世界的网络是好东西,别跟我说翻墙非法扯淡,你他妈的去骂,或者说一些敏感的事,那是违法的, 但是,你既然你敢说,中国是网络是互联网,就请你把全部给我打开,所以我告诉大家,很对不起,你们大部分都活在他妈的井里,我没开玩笑,真实的事你们都他妈不知道, 对,就像韩国人从来没说过,他妈的屈原是韩国人,重的是韩国人他们的,还有韩国人都乐,好多都乐的都乐,我们没法想象,你们这个问题,但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要告诉你,这都是误会,这都是胡说的,这是实话啊,OK,这个问题回答了,下面继续。 你打过那些傻逼吗,大声点,大家都听见,我也好说,你打过那些傻逼,现在他们还能骗到学生吗,雷雷我部分是悬嘛,完了,余昌华肯定悬,余昌华这傻逼,绝对能弄死,但是还有人,因为我没打的人,他们还在骗,比如说王战军,王战海,但是我不能说王战军,王战海,完全是骗的, 他们像太极,有一些摔和催手是可以的,但是,没法跟现在国际农员打,绝对不可能,我跟王战军,王战海打,就是为这个原因,但咱们现在不给我打,所以,很多人不跟我打,他说,小公,你怎么跟他们的,怎么,这叫李连杰演的一个,叫什么,以兴通通记事的,一道神灵寺这边写的,先灭少林,后诸武当,我说,我说,没这事,但是,确实,太极刚完事,还没完呢, 这他妈的少林,什么,誓言诀吧,誓言字,就开始打电话,他妈就挑战我了,我急了,我说我硬着,我肯定跟你打啊,这誓言字,对吧,你们都听着,啊,录下来发给誓言字,誓言字,你现在好像在北京呢,我,我,我,不,誓言诀是个被少林词开除的傻逼,现在在西宁那边,誓言字是现在正经的武僧的总教练,他在挑战我,我接了,我一直想跟他打,啊,我,我对少林很尊敬,但是这誓言字既然挑战我,你孙弟你家别说话不算数, 佛家人说话更得算数了,哎呦,大家知道你谁来自挑战我的事吧,OK,完了,我说我这两天还办牛逼的事呢,我要告诉你们,我回家说我可能去神经病医院里呢, 为什么呢,誓言字,做了一个全球直播,说,徐耀东,你这么无理取闹,好,我现在跟你说,如果证明你不是神经病,我可以考虑跟你对抗,哎呦,我操你妈的,北京六院是全国最好的神经病医院,啊,我告诉你们,兄弟们,最近我就去,我做一个无神经病的证明了,誓言字,我看人家怎么打,我本来对少林是很尊敬的, 说不好听点,这帮人是找死,我告诉大家,像现在很多傻逼的武术这帮自我洗脑的人都找死,但是他们是真的在骗,真的不知道自己有多牛逼或在骗,我告诉大家,他们就知道自己真的牛逼,你们回想起五十年前,满大街都是普通卫兵,对吗,他们已经被严重的洗脑了,全世界最坏的人在中国,全世界洗脑最多的人在中国,我就告诉大家, 我孝宗在其他领域没有资格,但是你们也明白我打的是谁,就好,其实我打的是武林,再其实我打的谁,你都明白,就这个腐朽的思想,牢牢地控制的老百姓,傻逼特别多,他们根本就没有真正的科学,他们没有真正的人生观,价值观,没有,我孝宗是武夫,但是通过这两年打甲,他们越打我越聪明,越好,也越开心,我现在不准你们说我,你们是打不过我的,说我,你们也是打不过我的, 坊费港,在2018年的4月份,我上了奇葩大会,我发了一个朋友圈,谁看见那照片呢,戏霸大会,我跟高小松,完了之后高小松,诶廷郭廷,刚刚有呢,和他们合影,你会上帮打架里的 好嘛。。。 我是当时的冠军 我当时的冠军 因为有徐耀东 奇葩大会 那一期彻底封杀 因为有我 所以东哥现在真的练就了 真的是一个全能型的人才 又能打又能说 又能骂 骂是必须的 很多人说徐耀东我们不听你全骂 不听我骂的走人 但是骂是不犯法的 我都必须骂 像穿好帮这种傻逼是必须要干的 太极拳的根 对不起我告诉大家 太极拳的根就是农民 我没有对农民 不尊敬的意思 太极拳的根都是在家里种地的 根本就他妈没有阴阳 说什么你说 很多人说你们说阴阳学对吗 对不起我又开始了 什么他妈叫阴阳 他们说东哥阴阳阴阳 有女就有男 有公就有母 有水就有火 我操你妈像你呀 这么一说的话 他们没有法律 没有人生活家人官 全是玩阴阳了 那道家就最牛逼了 这胡说八道 就是很多人解释不出来的时候 就会跟你说 我问你傻逼吗 说你饿了吗 那傻逼会说 饿便是饿 不饿便是不饿 你懂了吗 我吵了 我骂了 大家明白了 就是有些时候 童脑要清醒 不能被那帮邪教走开 太积拳 我为什么给他 就是因为害我的人 基本上百分之七十全太积拳 所以我给他定性为邪教组 他就是 我咱徐晓东你过分了吧 那公园里打太极的 没有公园打太极随便打 人家健身你们明白吧 我说的打太极 就专门觉得 我太积拳世界无敌 最牛逼 来你们五个人 我一碰我来抖了 严芳你懂的 严芳这不是他一个人这样 兄弟们 太积拳百分之九十的人都这样 一碰就抖 就干着全被垫 全是 不光是严芳 严芳是被揪出来了 那好 严芳的底细你们知道吗 严芳是齐王岛的一个纺织工人 他嫁嫁给了一个公安局的局长 为什么玩太极拳啊 什么水利局局长嘛 他妈的电影局局长嘛 工商局局长嘛 爱人 完了之后税务局长 爱人一帮 老B 全是什么领导 你们明白吗 我为了为人 给你玩太极拳啊 大家一块 就跟到了银行 你必须要玩升级打牌 银行的人原有吗 我告诉你们 玩在银行工作 你会打牌 特别吃香 比如在学校或者是在证监口 你们会打羽毛球 陪领导打羽毛球 你们就牛逼了 你们升职就无限了 太极拳也是这样 为什么 他们把马云打太极拳啊 你们明确了吗 你们老说马云伟大 是伟大 但是他们武术他就一傻逼 为什么呀 你们知道第一个马云的老师是谁吗 告诉我 王小姐 王小姐 王你妹 不是 你们告诉我 叫王林 王林是变蛇的那老师 对吧 现在全中国人民都知道他就是一个骗子 是吗 死了 对吧 马云的没完 我说马云 马云为什么认王林 你们知道吗 因为当时什么赵薇呀 张子怡呀 什么李连杰 所有明星全去王林的 为什么 王林要认识高层人物 跟某某主席都会见过 这我也不多说了啊 所以你们明白中国的传统都是拍马屁的传统 所以马云我要认识王林 哎王林被弄死了 就是一骗子 好 第二个老师你们知道是谁吗 告诉你们 李一 就是这个道家的 最后也是一骗子 偷罪被抓起来了现在也是一骗子 明白了吗 老师说 那会说我我说我打太极 反正马云还站出来说话 你们知道吗 其实为什么 他为的是钱 我的微博 徐晓东 MMA徐晓东 出完这时候 我的粉丝 从就是一两万人 就几十万人 这是不可以想象的 全是真粉 我徐晓东的粉丝啊 没有花一分钱买过粉 所有全中国所有的明星 全他妈的有买粉的 只有我不是明星 相信 谢谢大家 谢谢谢谢 全买粉 所有全买粉 我徐晓东没买过粉 当然我也不知名的人物 就这样 爆棚了 所以都得监控我 怎么一夜之间 好几十万的人 都他妈的看你啊 包括某些最强国的总统 都在看我发推特 我也不说是谁了 完了之后 他妈的我一下子 我也崩溃了 我抖然而附着他们说的 你粉丝越多 你越有钱啊 我真的 我都百万富翁了 当时就是一天之内 全起来了 后来最牛逼的是 马云你知道吗 乡村教师 他的微博号 爱着我 谁爱着我 王思通 王思通 我说徐晓东打这个是对的 这就是太极拳 就是违背了很多理念 我们支持他 完了马云那边说 哎呀 其实太极拳还是有东西的 只是你们不明白啊 完了这俩他妈的通过我的微博 再对掐 最后这俩屁事没有 我被疯了 我被疯了 一下子就被疯了 弄得我他妈的 真的跟跟傻逼似的 没了 我那么多粉丝 你也真的没了 我现在是第十四个微博 我现在要说出来话 放心明天有被疯 我先不说 好了慢慢大家慢慢加就行了 从第一个到十四个 我经历了那么多一串串的东西 就是你能想象到中国武术 全他妈对我有危害 全害过我 我徐晓冬一个个全怼回去了 我徐晓冬对那帮骗子就两条路 要不然打要不然骂 我没有一次怂我 下一个问题继续 哎你拍的那个电影 好你牛逼 我2018年5月 在承泽拍了30天的电影 电影的名字叫糟糕的拳头 电影的男一号是徐晓冬 男二号是吴梦达 电影的总制片和出品人是吴梦达 没播呀 不放大会 差点被我气得去医院了 完了我们30天 之后 这个片在今年送审 广建总局拿回来写的是什么 内容暴力缺少弘扬主权力的话题 不予通过 我说我他们这是一个打拳的电影 我他妈不打拳那干什么 我他妈聊人生聊理想去 聊他妈什么 那是打拳的话题 打拳的电影啊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你看东哥又又转正门了吧 我无话可说 他说东哥没事 你到香港去去发吧 我还说呢有蒙蒙拿在香港 他是制片人啊 他可以发 我还挺高兴的 没想到啊 紧接着八月份就出现了鱼村事件了 我就别想再播我的东西了 又完蛋了 所以这个电影遥遥无期 我现在电手机里只有精彩间段 整版东西发出来也大家看不了 没辙兄弟你只能等着 这东西就是一朝指正在这儿 除非我才能出来 完了之后才能功夫于天下 你懂的 来继续 咱们看看台湾道和空手道 到一楼想挑战 台什么 台湾道和空手道 首先 一楼的事到的时候 我先一个说啊兄弟 台湾道和空手道 我先说一下啊 台国人 我问了台湾道的事了兄弟 你还问的还真的问的不错 韩国人跟我说的第一话 非常共同 人说了 去到时候我告诉你 台湾道是日本人的 为什么 韩国没有台湾道 原来叫花狼道 台湾道的本身原来叫花狼道 是什么 是日本人的空手道 是一个 朝鲜人 他在日本学习空手道之后 创立了门派之后 打得非常好之后 回国独创了一个门派 叫台湾道 他分支日本的空手道 台湾道是一个不错的体育文化 最起码 起码人家进了奥运会 你们不要跟我说武术渊远由常 这么牛逼的武术奥运会进过 没有 所以有人说什么 大家累了可以坐下 坐累了可以站着 好了 下个问题 赵一龙像你挑战 人家 赵一龙是谁赵一龙 赵一龙 赵俊龙大哥我这视频你没看过吧 东哥腊居上 对 东哥腊居请了赵俊龙来 来聊了聊 聊完之后呢我觉得聊得挺好 走了 突然又高又爽了一个 徐老师你跟我们师父打过吗 我说你师父谁啊 我师父就是赵继龙啊 我说你什么意思 要不然你们打打 卧槽给我高兴了 当时你们谁看我这个直播了 这个 现在说证明一下啊 当时我说我打呀 巴达我上队台了 我说来来来 我赵老师不是我不给你面 我心想不是我弄死你啊 是你你学生弄死你 太心理的不是我们 是你学生 来来来赵老师说不打 我赵老师我给你面的 你不打是吧 那跟我说说那挑战的那学生 这是你学生吧赵老师 是是是 来来来来你上来上上上上 不行 你们俩都是上了上上上 都不上了赵继龙一句话 听我的 我的学生听我的 不打 没错吧兄弟 赵继龙来中了 所以说老师 赵继龙对我还算尊敬 我呢 就给人留点面子 就不打了 什么我说徐晓东 你这个太偏面了啊 人家对你好好女朋友啊 我就是这样的人 你对我好我报恩 你他妈害我报仇 男人 谁就说 像这种 这二来岁的小伙子吧 你们记住了 做男人一定要做几点 第一大点就是 有恩必还 有仇必报 你这样的话 爱你的人会更加爱你 为什么呀 你他妈报恩啊 我操以后呼出坏啊 有仇必报 谁害你的人 以后不敢害他 为什么操你妈这孙子 也弄死我 这就是我 你们我希望男人都是这样 你这样这个国家 他和谐 好 下一个问题 东哥 我想问一下 就是你觉得 少林寺那帮能弄的 和那个太极拳能弄的 有多大区别 您说的是 少林寺和太极拳弄的什么东西 就是少林寺 少林寺能实战功能 那些武术嘛 哎呀 拳是什么起来的 是他妈的什么 杨武禅 他妈进京 给人家一个王爷 当了一个看门的啊 记住了 看门的 完了之后呢 王爷都六七十岁了 那帮满清的王爷 你们知道 原来骑在马上杀人的 老了老了 也打不了拳 也累了 但人家也不想玩 玩龙架鸟 为什么呀 人家是老将军了 所以看 哎有个拳 哎慢慢的推你 走 哎这也不错 我们又是拳 又是武术 而且呢 又养生慢慢来嘛 不着急 就学这个 所以一下子 台积学院就起来了 台积学院起来 有一句话叫杨无敌 你们听说过吧 杨露禅对吧 但这句话 特别可笑在哪啊 当时北京城市 全中国所有武术高手 都在北京的地方 可是就在这了 这杨露禅的杨无敌 他跟谁比过武 没有 任何记载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所以这杨无敌 这哪来的呀 就是那帮王爷们 赶紧杨露禅推 哎杨露禅慢慢把王爷推 我教教你 我这么推你好厉害呀 那你真无敌了 在一个推手的游戏规则下 很多人都跟杨无敌玩 玩不过他 OK他就是无敌了 不是操你妈上来一个球 一个爆帅 没有 没有 这两个概念 OK 您说的少林的事 我为什么要跟你解释一下 你们说岳飞传啊 什么 什么以天屠龙 对吧 也都是假的 岳飞的兵书 其实现在出土出来的 也没有实际考证 这是真的 真正实际考证的是 明朝 气气光 抗击 这个将军 他出了一本书 书的名字叫 纪孝新书 大家可以去 博物馆查一下 里头有详细的注解 气气光说 中国的传统武术 打仗是没有任何用的 真正打仗是 长矛 后面配的是 盾兵 后面配的是 弓弩 按的是阵型出发 这是气气光说的 那么他有一个 开国大将 叫余大游 那么这个游什么 是当时要游 听说少林寺 要来帮助靠机 余大游亲自到少林寺 看看你们练的情况 发现这帮少林的武生 全是环枪弄棒 耍枪耍棒的一些表演 根本不适用 余大游跟他们比武 他们谁都没打过 这是绩效西书里写的 之后余大游 把一些兵法的阵 给他们练了 所以你们所说的 什么十八同仁阵 全是人家 绩效新书 甚至名称军队 打仗军队一种东西 交给了少林寺 少林寺才学会 那是明朝的事 跟他们基本什么十八军僧 救藤王 谢逼 什么 就像你们知道三国 刮骨撩土 对吧 都是假的 那他们全演绎 没这事 所以跟大家也说一声 所以说少林寺 你说能有一些东西吗 能有一些东西 那也是从最早的军队里提出来的 而不是他们少林寺自己出来的 记住少林寺这个东西你们要知道 佛原来是没有武术的 少林寺他归于佛教 佛教传于印度 他原来是没有武术的 到了中国最后改变改变 那个武僧 原来是没有的 所以很多武术 都是后人们给他鼓了鼓弄出去的 对于武术 全世界最牛逼的奉献的人 只有三个人 金庸 古人 杨宇生 没有 绝没有第四个 这我给大家解释 好 下个问题 好 兄弟 我是在油管上一直关注你 还有十分钟啊兄弟们 我在油管上一直关注你 好像是兄弟 你还没死呢 找谈话了吗兄弟 我觉得您啊 您别说了一句话比较好 就是我觉得您是西安 就是不是西安 就是中国 真正的权王 不是公伟你啊 哎呦呦呦 为什么这么说的 别的打钱呢 武林峰那些人啊 不是为了自己 为了名为了利 我觉得您是为了我们普通老百姓说话 敢说 在油管上是不能打 又敢说 我觉得这一点特别让我 谢谢哥哥 特别让我敬佩 谢谢兄弟 但是我给你补充一下 给你究竟啊 我不是为了你们 我是为了报仇 我小心点 我天蝎做的 来继续继续继续 然后那个 我想问个问题 就是您觉得伊隆 是不是在打假拳啊 OK 所以说这帮小伙子们说的问题都特别的好 中国有你这样的小伙子 中国就会富强 我已经比你小三岁了 你长得很严肃 首先兄弟啊 这句话我一直说过 就说你们老说育龙大人 老说育龙挑是育龙挑人 育龙育龙是挑人育龙 育龙是反对育龙的一些言论 我也瞧不起啊 没错 但是我从来没说过育龙打假拳 有的话你们拿证据 视频有吗 你们可以找我从来没说过育龙打假拳 你们说育龙这文章这文章都是编辑和记者写的 跟我没关系 什么是写的 育龙是做的啊 你们找我来 我从来没说过 因为育龙有实力吗 有 有什么样的实力 育龙属于中国波级动员业余高手高手 业余的高手 很厉害 业余的很厉害 这是我给大家解释 说东哥那他为什么跟波球打什么样 跟那么多世界强手打 一龙是在武林峰的擂台上跟那些世界强手打 真正能操控一龙生死的不是一龙的本人 而是武林峰当中给他们比赛的配队负责人 这边十个中国人十个外国人 我告诉你们 这个配队就太牛逼了 如果说来个民族情绪 好 这个十个人 我掐掐掐掐算算算 最后七场全中国人赢 三场才能老外赢 老外出七场 我们这回就让老外赢 好这十队还是这十队 他也能安排出老外赢七场 中国赢三场输七场的感觉 都能出来 所以关键的就在于调控这个人 也就是说在于这个赛事方 所以一龙的今天 全是他们武林峰一手道成的 与我无关 下一个问题 泳春到底是不是真的不能打 好 您说的好 我再问一下 那个UFC里边那个夜魔也用泳春呢 好像 大哥我给你说一下 第一夜魔绝不用泳春 第二真正在UFC 做出那个玩的动作的叫什么 叫安德森蜘蛛侠 他做的是泳春和这个鹤 但是他是看的是李耀龙电影玩了 人家是玩 根本不练通货功夫 两个概念 这是第一 第二 您说永春问题 我给大家说一下 永春是近代 严永春是个女士 就是有记载 在流行的一种拳组 那么我告诉大家就是 永春确实适合女孩打架 永春是有一定实战能力的 但是 永春一定适合女孩打架 为什么 永春的讲手 他基本上出拳的理论 都是以直线为准 记住了啊 永春就是以直线为准 那么直线打拳来说 永春是最快的 比拳击都快 但是你们忘了一个 你是做表演 还是说 蹦一个重击 把人打倒 打架 搏击都是一个条件 把人打倒 但永春这个拳 他的目的不一样 他的目的是 出最快的拳 最少时间出最快的拳 而是其他的搏击 像拳击啊 包泰拳不是 他们不那么快 但是他们每击必杀 或者是在对短的时间内 把你打倒 所以 永春是个女孩 出的 所以你们看好 所以你们看好 所以永春的 他出拳 不像大老爷们 我吵你妈 吵你妈看 这是真事 你们见过永春 拔拔一边腿 拔拔吞跳 永春全是小踢腿 听见小膝盖 看得很牛逼 其实你只要把你膝盖 微微的弯曲 往前顶一下 不傻逼就不会了 玩着你个重拳 要有死逼了 所以女人打架 全是这样 所以你说永春能打吗 我给人家结论就是 如果练过永春拳的 跟一个跟他一样 身高体重 没练过任何武术的 来打永春拳是能打的 但永春拳跟现在的 搏击摔跤啊 拳击啊 三大打 根本就打不过 好谢谢 下一个问题 不客气 不客气 没聪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